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发菩提心 然后听经文法 依法授持 那所有的佛法只归于我们的身口意的修持 那这时候我们自己有这种自觉 他就会在自己的三页当中呈现出一种清净相 所以叫做无有过失 那当一个人修行有一个什么脱胎换骨的改变 每一个人的身与业 意啊 通通都清净 所以我们假设呢 这个国家如果每一个人都发菩提心 然后每一个人呢 都不杀 不道 不赢 不妄语 不饮酒 就是无戒 那这个社会呢 什么职业会不需要 第一个就不需要警察 因为没有小偷 是不是 第二个呢 没有律师 为什么 因为不会吵架 没有欺骗 再来呢 接下来就什么 这个法院也不需要了 然后监狱也不需要了 所以一下子呢 这个社会就变成另外一种景象 那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为什么 不是因为警察很严格 不是因为法官很严厉 不是因为监狱人满为患 不是因为 有这些种种的严刑俊法 而是因为人人皆有自觉 自己管理好自己 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清净的国土 所以一个人能够做到 那会影响到身边的每一个人 那当我们的身口意 都能这么亲近的时候啊 你就对于这个社会进化的力量呢 就有一份的 可以一份的怎样 就是一种加持 跟一种祝福 所以它叫做 谁有所做 你所做所为呢 都能够回向 那很多人说 这个回向是什么 回向呢 它就是以我们现有的努力 能够回自向他 我们本来就是自己得到利益 但是同时呢 也能够影响他人 回自向他 回小向大 过去是利己主义 现在呢 是利他 那在利他的过程 你不知道能够利多少的他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效用呢 扩大 所以小小的一个扇形 它会引发无限的 这后续的效应 所以回小向大 那所有的身口意的造作 就是因上的努力 因地的努力 那最后呢 回因向果 它就会形成一个结果 所以就可以回向 那我们所有的修行呢 其实就是只归于 希望成就一切志 所以所作所为 现在的修行 最终的目的 希望成佛 那成佛不是自己成 成佛的先决条件 就是要成就一切大众 成就佛道 你才会成佛 所以当这个世界上 有多一个人 发了菩提心 就等于多了一尊菩萨 那多了一尊菩萨呢 那在这个成佛的这条路上呢 就可以怎样 成就更多的人 来发菩提心 所以呢 所有所作 皆已回向一切志门 一切志门就是 法门无量是愿学 所有的法门 都只归于成佛 成就佛志 所以三叶皆无辖殿 没有瑕疵 所以我们常说 如果你是一个 完美主义者 最适合来学佛 因为学佛就是要 希望自己怎样 完美 叫做没有瑕疵 然后没有被染污 清净无染 那只是说 我们有时候呢 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 常常没有办法 满足这种心愿 会有很多的缺失 那 这个就是我们要努力的 现实的状况 不得志 不如意 并不表示 没有机会 而是他现在还需要 努力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就在这里 就说 无瑕殿故 因为你的身口意 已经是成为 一个典范 一个目标 虽所众善 所行 所行 诸行 随着你的身口意 的造作呢 你就可以 教化一切众生 所以教化众生 随应说法 乃至一念 无有错谬 有时候我们说 那 这个众生呢 这每一个人的需求 都不同 有时候我们刚好呢 就是不对积 是不是 那 他需要的 我们没有办法给 那 我们能给的呢 他不需要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有时候 我们在这个 修行的过程中呢 希望利他 但是呢 他可能呢 不一定能够 直接受益 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 我们身口意呢 还不够清净 所以呢 定力不足 智慧不够 第二个呢 我们的方便 乃至于我们的慈悲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对于众生的一种 观察呢 还不够透彻 所以没有办法 就是这个 自己的这个修为呢 还不够的成就 所以要随应说法 而且到呢 百发百中 那真的是太厉害 所以乃至一念 无有错谬 所以我们 这个修行到最后呢 这种修得非常 亲近的人啊 起心动念 都是能够做主 而且知道 不会说无意之话 所以佛陀讲 这个起心动念 就是海印三昧 在这个华言经里面呢 就是诸佛的起心动念 都是在这个三昧的境界 但是呢 我们众生的起心动念呢 常常都是随着自己的习性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每天呢 这个目标啊 不明确 所以就随波逐流 遇到什么人 就起什么念 遇到喜欢的人 就喜欢喜念 遇到讨厌的人 就不得不起恶念 那这个就是 并不是 我们能够做主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叫随夜流转 因此我们的意念当中 我们的口夜当中 我们的深夜 有很多不得做主 所以就会有很多错谬出现 所以回到最根本的原因呢 如果我们能够怎样 就是发菩提心 文法 依法修行 听文佛法 依法修行 以佛法身三宝为依规 那么我们的身口意 就会逐渐的 就朝着清静而 这个方向而行 所以乃至一念 无有错谬 那每一念呢 都与智慧相应 而且这个智慧里面 不是只有一种智慧 这个智慧呢 有两种 一种叫做根本智 根本智就是 每个人 人人皆有本具的 亲近自信 我们依着自己的本性呢 何其自信 本自亲近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呢 本无动摇 所以我们的本具的 亲近的自信呢 又叫做真如 又叫做法身 又叫做本来面目 那这个是 这种是根本的智慧 那我们知道了 根本的智慧之后呢 自己自身呢 得到了解脱 也亲近 但是在利他当中呢 就还要怎样 有一种叫做 厚德的智慧 就是不经一世 不长一世 我跟这个人相处 让他能够 离苦得乐 发菩提心 那我这一门的法门 就能够怎样 圆满 可是众生的 心性不同 他的特质不同 所以我们有 两种个性嘛 一种就是 一般人看到了 哦 这个人有什么 外显的特质 就是人格特质 这人活泼好动 这个人很帅真 这个人呢 比较怎样 比较内敛 那个人很温柔 这是别人眼中的你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 内在的性格 是不是 那内在性格 这个跟我们先天的 过去的这种习性有关 那乃至于呢 成长的背景 有关 还有你的内在思维 自我的认知 也有差别 那这两种呢 加起来啊 就会形成一种 很复杂的特质 所以同一个家庭生的 可能呢 他在某一些 内在的性格当中很像 可是后来随着机遇不同 读的学校不一样 遇到的老师不一样 同学也不一样 成长的背景也不一样 到最后呢 选择的工作 还有相处的人 都不一样的时候呢 他就慢慢慢慢 这后天慢慢的 形塑成另外一种特质 那每一个人的 这种性格 也会随着自己的 这一生的经历 你会有不一样的状况 所以很多人会说 我小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自从经历了什么事情之后 我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 那佛陀在教化这一些众生的时候呢 他不会一种方法呢 就到底 是不是 所以呢 那我们问题是呢 现在我们的学佛很难 学佛的现在是经典到处都有 那学佛的环境也非常多 但是我们在遇到自己适合的法门之前 常常呢 都是在错误当中摸索 甚至于你学了这个法 你也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然后一头摘下去呢 再回头一百年生 是不是 有时候说 到底自己这样子修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那你能够找到人来帮你印证 那个印证的也不见得是对的 他只是符合你的需求而已 所以有时候说师父 我这样子修对不对 那师父有时候也不是很了解你的状况 就直接说对了啊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你说的就对嘛 你跟他说不对 他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疑问 那至于说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 真实遇到的这个瓶颈呢 要怎样才去解开 可能你不见得有这种机缘 去碰到适合的 这种教化的这种方式 所以这就是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啊 我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不只是各位你在学法 你甚至于在生活当中 你想要帮助某个人 乃至于你的同事 或者是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后辈 或者是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的学生 你都不见得能够用适合他们的方式 去学习 去教导 所以呢 这叫做方便智慧 叫厚德智 所以经历了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人事物 复杂的一种现象的变化当中呢 我们会成就自己的方便智慧 所以一个是根本质 我们有基本的信念 第二个呢 就是要需要一点时间的积累 然后呢 见多示广之后 慢慢就会了解这一切众生呢 每一个人适合的法门各有不同 那这是佛呢 就具备有这样子的方便智慧 那这一个方便智慧呢 不管你要怎样的和光同成 应以和声得度极限和声 全部呢 所有的菩萨 能够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应以和声得度极限和声 他只有一个终极的目标 就是吸以回向 向指向哪里 一切智 一切智智就是一切智的智慧 就是佛智 而每一次的相逢 每一次的见面 每一次的学习 他都不会浪费 叫做无空过者 所以你遇到的佛 不是偶然啊 有的人说 不会啊 我家隔壁就有 就有佛寺 我每天都经过 每天经过 一定有他的因缘 为什么 什么人不 什么地方不住 你就偏偏要去住在佛寺旁边呢 是不是 什么人不碰 你就偏偏就要碰到这个师父呢 是不是 什么人都不好 你就偏偏就喜欢他呢 是不是 所以呢 一定有他的因缘 叫无空过者 只是这个因缘的相遇当中 有没有让你只归于一切智智 所以有些人是来见面来做什么的 就来报仇的 有没有 或者是呢 来吵架的 或是一句话没讲好呢 哇 产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后续的麻烦 那乃至于呢 到多年以后 你还在懊恼这件事情 所以同样的 人跟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缘分的出现呢 你就要怎样 让自己的心 时时刻刻 能够回向一切之志 这样子 我们才不会枉费啊 在这一生当中 经历了这么多 所以呢 这就是 我们在前面 讲到 如果我们的归一的三宝 少龙三宝 接下来 身口一清净 身口一清净呢 你所有遇到的事情 坏事都变成好事 好事就变得更为殊胜 所以 不管是顺也 或者是逆 顺逆皆方便 所以都会成为 能够成就我们 回向一切自治的 一个殊胜的因缘 好 那这一段呢 它就分成啊 简单的谈 前面 就是这一边 就是前面这一段 是先略略谈 那还接下来呢 它就比较详细的去衍生 详细的衍生呢 广说啊 它分成 字业不空过 第二个叫做 利他不空过 因为我们要讲不空过 那我们一生啊 从出生到现在 可能很多时候呢 都是在等待 小时候啊 就等着要长大 然后要入学呢 小学就等着怎样 要到夺国中 国中呢 就等着要怎样 要到高中 高中又等着要怎样 要上大学 大学又等着怎样 毕业要出社会 出社会呢 又要等着什么 等我结婚之后 我要怎样怎样 所以你常常有阶段性的梦想 其实你的心啊 都是一直在等下一个阶段 这个人相处不来 想说下一个应该比较好 这个公司待不住 下个公司比较好 那等到学佛呢 我们就会发现 学佛了之后 这尊佛可能我学不太来 那我等下一尊 当来下身 米勒尊佛 是不是 那我这一生呢 没什么成就 哎呀我等下辈子好了 好师父我很想要修行 可是我现在很忙 等我退休 好所以我们常常呢 都听到大家都在等 好那哎 我遇到这个师父 好像不太对盘 那我等下一个有缘的 是不是 哦我们遇到这个居士 好像不太不太适合 嗯我等下一下一班 可能会更好 所以永远都在期待 好期待什么 期待我们遇不到的姻缘 好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啊 没有办法好好安住在 当下 因此我们就每天每天呢 工作的时候 等放假 是不是 今年啊 有一立一休了 明年就开始有人就计划 我要怎么去 这个规划 那规划明年呢 如果在公司 他就规划明年的业绩发展 对不对 好那但是呢 你个人在规划的时候 就规划明年要去哪里玩 所以呢 哎你的工作的过程啊 常常都是只是为了要 有一天我有钱了 然后呢 我就要能够 哎呀能够自主 自主要做什么 哎呀要好好的享受 是不是 所以我们如果这一生呢 都在期待未来的时候 你常常呢 这一现在的这个当下 你就不小心就空过了 好那我们从 是从车站现在走到这里 我们要准备来上课 但是呢 这个上课是不是从 十点整开始 才叫做上课 好其实从出发 好甚至于从昨天 我准备要来上课 其实已经都在这个 华言法界当中 可是我们却常常等到怎样 一定要师傅讲出 华言经三个字 才叫做 好我来听华言经了 所以呢 哎很多人说 哎我听完感觉好像 没听到什么 好为什么 因为你这一生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佛陀在跟你说法 你从来都没有认真在听 因为你一直要听到 你想听的那个几个字 才叫做听到 好那听完之后 其实也没有办法 真正的消化 为什么 因为随时随地 我们的身口意啊 都是在怎样 一色一香都在演说 无上妙法 只是我们的心啊 一直有所知 有所取 因此就很容易空过 所以佛陀现在在教我们呢 哎呀 怎样时时刻刻来学习 佛陀的觉悟之法 成佛不能等待啊 在现在这个当下 要趁早 那什么时候就要趁早 师父像我们这么老了 有用吗 现在比明天还要年轻 是不是 当下比下一刻还要早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当下 马上决定 自己就开始修 而不要等 那你就会开始知道 什么叫做不空过 所以每一个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呢 都要让他念念不空过 普门瓶里面讲 念念不空过 能灭诸有苦 好 那我们会苦 表示我们的念头 有不小心呢 没有办法做主 所以让他就空过了 错过了我们这一生 这个当下 所以呢 从自业来讲 从利他来讲 我们怎样能够不空过 他这边就开始 再继续来衍生 菩萨如是修行善法 念念 具足十种庄严 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子修 身口意 无有辖电 无有过失 念念都回向一切智 那么 就具足什么 十种庄严 那十种庄严 第一个叫做身庄严 因为你就在生活当中 成为千百亿化身 是不是 那众生在哪里 众生就在你身边啊 所以我家这一个 我每天都 千百亿化身给他看 这样我知道 就是喜怒无常的意思 其实不对 因为这个千百亿化身的结果 如果让他 感觉非常恐慌 那就是 离乐得苦 那如果千百亿化身呢 是让他觉得 哇 这个人学佛之后 怎么变那么可爱 怎么变得那么有趣 怎么变得呢 哎呀 你看我们要变化 真的太容易了 有的人说 师傅 那我就去买十顶假发 每天都带不一样的 这是不是一种变化 我们要知道 一个人的相处 刚开始见面的时候 都很有趣 为什么相处到 每天每天变成没话讲 是不是 每天见面的人 每次见面都说 要吃什么 有没有 中午要吃什么 晚上要吃什么 你人生能变的是什么 到最后你连 要吃什么都很烦 有没有 不是吃饭 就是吃面 还能吃什么 是不是 所以呢 日子就变成一成不变 所以不是你每天去 就有人就 那我就去买个衣服 换季的时候都去穿 你想想看 这几十年来 再怎么流行 你喜欢穿的 就还是那几套 是不是 所以一个人 他有一种特质 但是这个特质当中 什么会让我们 能够庄严 其实是我们的心灵 能够随时随地 都在观察着这个世间 能够随着不同的因缘 而变化 那这就是一种什么 一种庄严 而不是我们就叫做僵化 今天来的时候 看到我们那个管理员 在门口在那边拉筋 就想说 是啊 因为我们年纪大了 身体就会 为什么会要需要拉呢 因为我们每天都同一个姿势 慢慢慢慢老了 就会怎样 身体就会比较僵化 那如果你每天都会来运动 或者是每天都会做柔软操 那你的身体就会很柔软 什么姿势都可以凹 那同样的 你的心如果也是这样 每天都给自己很多的挑战 那我们会有自己的舒适区 所以我就习惯呢 每次讲话都差不多那个样子 那我每次呢 要跟人相处 都大概就选那几种当朋友 所以我们叫做知心嘛 你了解我的心 那其他人呢都不了解 所以直接呢切开 这个老死不相往来 因为不相投 不投远 那这样子呢 我们的心其实是很狭隘的 慢慢慢慢他就僵化 那这个僵化的过程呢 你就没有办法 随众身心而随缘事现 所以他这边讲啊 第一个你要庄严啊 随诸众身所应调福而未事现故 是不是 那这个众身呢 他应该要献什么身 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菩萨这么的厉害 菩萨叫千百亿化身 演什么像什么 是不是 可是我们都是只有一种身 就是每次都只演自己喜欢演的 所以如果我们去当这个观世音菩萨 我们应该是只会演什么 穿着白衣服飘来飘去那一种 因为以为菩萨就是这样 那事实上呢 菩萨叫千百亿化身 叫做随所应调福 是不是随应调福 那这个众身呢 他看到菩萨的像 他会被调福 那你就献菩萨像 那如果他是要看到 你是一个乞丐像 才能够被调福 那你就献乞丐像 如果他必须要献出病苦像 而被调福 那你就变病苦像 那如果他是要怎样 宰观像 那你就要献宰观像 是不是 但是我们就什么都不能演 只能演自己像 所以我们就用自己的方式呢 能够得度的人是少的 所以连家里面那几个都读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像太少 那为什么像太少 因为我们的心 很僵化 只会扮演那几种角色 所以呢 所应众生 所应调福 而视线嘛 也是把自己的身口意呢 当成就是一个视线 视就是展示 线就是出现 那这样子呢 就身庄严 身庄严 第二个 与庄严呢 说的语言 令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那当然有时候呢 我们会为了要让众生欢喜 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语言 但是这个语言呢 并不一定只是让他欢喜 而且最终还要让他产生智慧 所以断一切疑 他才会产生智慧 那你要花重取宠 你要取悦他的人 很容易啊 说一些 这个违心之论 基本上呢 如果你有一点 社会经验的人 大概都知道 讲哪些话 大家会很开心 所以不管他长怎样 就说他很美就对了 不管 不管小孩子怎么样 你就说他很棒 就是称赞嘛 称赞是最美好的语言 可是称赞的背后 是为了什么 如果是为了做生意 如果是为了 有另外一种目的 那并不一定是 真正的真实的欢喜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存有什么 彼此之间的利益的一种往来 那佛在说法的时候呢 令众生皆闻者欢喜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种 心开意解的功能 所以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 也是会欢喜 那欢喜是因为呢 他解开我们的心结 所以我们有一个居士 他在送花燕金啊 他说我其实都不懂花燕金 可是我怎么就是很欢喜 因为花燕金的每一句 每一字 也许你还没有办法达到 那个境界 但是你就会 慢慢地解开自己 心中的一种 烦恼的纠结 为什么 因为我们原来的思维模式当中 会产生烦恼 是因为这个模式是比较狭隘的 所以对很多事情呢 你没有办法用更宽阔的心 就会因为 这个人事物的问题而处理不来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诵读华燕金 用佛的角度 用菩萨的观点 好 来看待这个同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哎哟 原来呢 如果你的心量是更宽广 跟佛是一样的看法 这个世间呢 其实不是我们原来所看到的那个样子 也不是我们原来所认知的那个状态 好 所以你就会让你的心性更提升 所以佛陀在弘法的时候 他也以语言 因声来让我们先理解 好 因为我们在这个听文的这个功能 上呢 好 是比较殊胜的 好 所以呢 这叫雨 雨庄严 好 所以有人说 哎呀 我都不会讲话 那讲话是可以练习 但是用什么心态来讲话 好 他就必须要怎样 必须要修行 好 否则会说话的人很多 能够说到让大家发菩提心的人 好 那就必须是要菩萨心肠 才有办法这样发菩提心 好 叫断一切以 皆令欢喜 所以生 是希望能够怎样 我们能够千百亿化身 随众生心而视线 好 那雨呢 说出来的话呢 皆令欢喜啊 好 那因为有的人 学佛 那老婆心切 就是很希望 能够让大家通通都怎样 能够学佛 所以就会有人 到哪里去啊 他就会 我们有一个军事很好玩啊 他就觉得 这个佛法太好了 佛法无边 所以他就 就退休之后 跟几个同餐道友啊 一起去种树 种那个城乡啊 然后他一边种树呢 就想说 这个趁机啊 书法给他们听 所以他就去放了一个 很大的那个录音机 就在那边按那个 阿弥陀佛的那个圣号嘛 然后一边种呢 一边就 就听 阿弥陀佛 他很开心啊 说 哦 这个就是 让这些种树的 同修啊 都能够 听到佛号 然后种下三根 结果呢 三天就被抗议了 他说 你怎么够棒啊 这样我都觉得 我快要往生了 是不是 所以呢 他最后呢 就很沮丧 他说 哎哟 真是 没有善根 是不是 我们听这个 阿弥陀佛的佛号 觉得心很平静 你放 你听了 就是很阿掌 怎么可以这样子 所以他就变成烦恼心 最后呢 就 就 怎样 就生气起来说 我不玩了 就 就跟他们拆活了 那 你看 我们的心是 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度啊 可是呢 因为这个佛号的声音 有的人就还没有办法接受 为什么 也是要怪我们自己 我们在什么时候才会听到那个阿弥陀佛 注念 注念的时候 往生的时候啊 所以以前有一个小朋友 他一跑到那个寺庙 我们刚好有很多帆啊 布置很多帆 他看到就大哭 为什么 因为 让他想到 哎呀 他的阿嬷往生的时候 就是放很多帆 所以他就有那个联想 那 我们就是 平常呢 希望让众生欢喜 可是我们却怎样 用错误的方式 强迫性的 让人一定要接受 就像这个 基督教也会 都拿着这个十字架 叫你一定要信 不信你就是魔鬼 都互相的 我们也是会这样子 所以 当我们在 度化众生的时候 哎 要知道 众生心 他在这个 被引导的过程 还没有发菩提心之前 那 我必须要用他适合的方式 而不是用强迫 是不是 反正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我想听什么都行 可是我们家人很多啊 那有的人喜欢听这个 有人喜欢听那个 所以 他在房间听那个热门音乐 你说插西郎 你在外面听佛号 说不定他也是觉得插西郎 是不是 所以呢 要断一切 要接令欢喜 那当我们有欢喜心 后面就好说 没有欢喜心 说什么都没有用 所以 雨夜要庄严 所以断一切 以接令欢喜 故 第三个 心庄严 于一念中 入诸三昧 我们的心 起心动念 随夜 就没有三昧 如果随愿 那个三昧力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遇到每一个情境 都是借静 来验心 这个境界出现了 我就要把心啊 回光返照 看自己 看我的心动不动 那如果不小心呢 遇到业力比较强的 什么叫业力比较强 你自己会知道 所以有一些人出现 你就特别容易被骚扰 特别容易被影响 那这个就是业力比较强的 所以呢 一旦呢 发现自己的心 一直动个不停的时候呢 就要提醒自己 哎呀 这就是一个考验 那 什么人比较容易被考倒呢 就是我们平常大部分 我们每天都被考倒 是不是 但是修行了之后呢 你就开始发现 自己每天都有很多功课 那这些功课出现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会过关 有时候没有过关 那当我们呢 一直有这种发心在练习 那心就会慢慢慢慢的有定力 所以就慢慢就会 随所住处恒安乐 所以于一念中入诸三昧 那这是这个身口义的最庄严的境界 那一旦呢 身庄严 口庄严 义庄严 那么 佛差就庄严 就是你所在的地方 在在处处 就开始是佛 佛差土 以前学佛 是到道场 你会觉得清净 好 那现在呢 哎 我们会发现你在哪里 哪里就是清净 就是你的佛差 好 所以一切清净 离诸烦恼 好 那如果你是很有烦恼的 你跑到道场啊 也是会让道场变成烦恼 是不是 所以有些人是到道场去啊 好 他是每天都是在那个地方啊 制造很多的烦恼 好 那这个是大菩萨 好 因为他在道场里面来乱啊 好 就让道场的人来修行 有没有 好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说 哎 我们去道场 有时候就 哎 要去修行 可是因为自己带着习气 好 所以以前有一个小 年轻小伙子 他跑去 好 这个道场拜三昧水餐 好 他在这拜的时候 哇 很欢喜 好 那也觉得这个餐文非常殊胜 可是呢 到中午啊 要去吃饭的时候啊 好 那个老菩萨 看到他就说 哦 年轻的 你也会来拜 拜婚 哦 真的不错 好 那 他就觉得很欢喜啊 被赞叹嘛 可是呢 另外有一个啊 就骂他说 你走错边了 然后他就起烦恼 然后他去排队 吃饭的时候 就看到 大家在那边 争先恐后 插队 然后他心里面呢 就起了烦恼 说 明明刚才拜的那么庄严 现在就在那边插队 好 那 其实哦 这个是谁在起烦恼 这是他在起烦恼 是不是 哎 他带佛呢 刚刚很欢喜 现在呢 看到这个现象呢 人家在插队 哦 你就在那边义愤填膺 年轻人会这样嘛 所以 哎 就觉得 这个不是应该 每个人都是佛吗 哪有佛在插队的 是不是 所以他就 很非常烦恼 后来就说 我不去了 哦 那那最后损失的是谁 损失的是自己啊 所以你知道到场去呢 哦 第一个 你是要来修行的嘛 哦 修行眼睛看自己 第二个呢 你不修行的时候 眼睛看别人 一定有调不完的毛病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习性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你要 哦 什么 要 只看佛面 不要看身面 哦 只看佛面 不要看 众生面 哦 所以你去看众生心啊 然后你就会起众生的烦恼 你看佛的心啊 你就起佛的念头 所以当我们呢 随时都用佛心 一切处 一切时 你都能够保持清静 好 所以一切清静 离珠烦恼 就到哪里去都一样 好 可是现在如果不一样 那表示一定要到道场去 是不是 至少在道场当中 你比较容易起正面 然后养成习惯之后 哎 回家再去练 好 回到凡尘俗事 刚好借尽练心 好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 很重要 叫做佛刹庄严 好 那佛刹庄严之后呢 叫做光明庄严 就光明代表智慧 好 放无边光 普照众生 好 佛光普照了 好 所以 这边呢 就会 有这种庄严 好 再来 众慧庄严 好 普赦众慧 皆令欢喜 故 好 所以众慧呢 就跟大众呢 一起怎样 和光同成 好 与同 与诸众生 同意悲养 好 就是 在在在处处 遇到的任何的一个 因缘 都是 殊胜的集会 好 所以普赦众慧 皆令欢喜 好 再来 随众生心 自在视线 这叫神通 庄严 好 那能设一切 聪会人 就是正教 庄严 再来 涅槃地 庄严 于一切处 沉道 周遍十方 稀无余故 所以 当我们呢 身口 益庄严之后 就在在处处 皆有 修行人 叫佛刹庄严 那 这个修行人呢 随着你自己的发心 你的智慧 你到任何地方 都像佛光普照一样 可以利乐众生 好 那到了这个境界呢 就我们就叫做 身口意都在成就道业的一个状态 好 所以到最后呢 叫做于一切处都在成道 周遍十方兮无余故 好 所以呢 到哪里都是没有烦恼 好 无余就是无有烦恼 好 巧说庄严 随处随时 随其根性 未说法故 好 那最后呢 他讲 菩萨成就如是庄严 于念念中 身与异业 皆无空过 细回向一切至门 好 所以刚才我们 简单的说 身口意清净 无有瑕淀 每一念都是 回向一切至门 那他接着呢 再详细的讲 身口意 如何清净 身要千百亿化身 口要能够断一切 让众生欢喜 好 那义呢 时时刻刻 都是以清净的智慧 来设受众生 所以如是呢 身口意 不断的这样修炼 那都无空过嘛 皆无空过 吸引回向一切至门 好 那下面呢 他说菩萨如是之下呢 就是在讲 不空嘛 文有二段 刚刚一开始呢 是讲 字业不空 是不是 所以初中虽名不空 意间无师 其实讲身口意呢 不空过 其实就是 也讲 没有过失 没有过失 一切清净 离烦恼固 那这个无师 其实又叫做 字业不空 顺指即固 就是因为 身口意的造作 都是呢 随顺着 指一切烦恼 极灭 境界 所以菩萨 这个就是 第一个部分 讲 字业不空的部分 好 那有 讲到 十种庄严 那这十种庄严 如果我们能够呢 哎 时时刻刻 以身口意的自修 来 医持 那么我们的这个庄严呢 就会渐渐成就 好 所以这是 这个第一个部分 所有的善根 方便 阶析不空 好 那我们等一下 休息一下 我们来看 那 利他不空 也是 非常庄严 非常殊胜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下面 下面我们再 继续看 就是 善根 方便 阶析不空 这个地方呢 再 来讲到 第二个部分 叫做利他 利他不空 若有众生 见此菩萨 当之 亦父 无空过者 所以 这个菩萨呢 除了自 自业 庄严 就是 身 口 意 庄严 使自己的 三业 无有 过失 那 其他众生呢 一切众生 见到 这个修行 修得很 清净的菩萨 也能够 怎样 也能够 无空过者 所以 已必 当成 阿鸟 多罗 三秒 三菩提 故 所以 如果呢 哎 这个一个 修行人 行走于世间 他所遇到的一切众生呢 皆因 遇到这一位菩萨而得度 所以就是 你的 自立的功能 跟利他的功能 都不空过 所以我们上次有讲过 就是 你发了菩提心 自己自身 可以自己 来提升 同时 你的身口意 一定 一定在 无形当中呢 就在 利乐有情 所以 已必当成 阿鸟多罗 三秒 三菩提 故 所以在 在讲 利他不空 那什么姻缘呢 怎样都能够 怎样 皆当得成 阿鸟多罗 三秒 三菩提 第一个 连听到 名号 文明 或供养 或同住 或意念 或者是随着出家 或者是听闻 说法 或随喜善根 所以 比如说 我们说 这个 释迦摩尼佛 我们听到 释迦摩尼佛的名号 或者是我们听到 阿弥陀佛的名号 听闻名号 就会发菩提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要持名 持送 万佛的名号 持送 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这持的时候呢 就会让我们呢 种下一个 得度的姻缘 所以现在的人 很喜欢念佛 或者是念法 或者是念僧 那或者是 乃至于你遇到了 佛 来供养 不管是什么供养 身口意的供养 财供养 法供养 像我们刚才讲 要去帮忙做 装 装 装这个金书 这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财的供养 然后同时又是法的供养 因为这个金书呢 送到法师的手上 他这一生啊 终身受持 那这终身受持 这个华言经里面呢 让每一字 每一句呢 都在劝发菩提心 那听闻的人 读诵的人 护持的人 都会发菩提心 所以这一部金呢 就在把我们的这个供养呢 在流通于这个三界内 所以呢 若供养 或者是同住 你跟佛住在一起 所以刚才有人问说 师父啊 如果 到这个净土去啊 那会不会退转 基本上呢 你只要会去净土 你都不会退转 为什么 因为你跟谁住 你跟诸佛菩萨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对不对 可是你住在家里 你会起烦恼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不是跟诸佛菩萨 住在一起 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也不是 是不是 自己也不是的时候 别人就很难事 如果呢 我自己已经是菩萨了 你身边也都是菩萨 菩萨没有在吵架的 所以共住啊 不容易 那如果我们能够同住 都是用什么 同行善友 都是菩萨的这种心啊 那基本上呢 都皆当得阿鸟 多罗三秒三菩提 好 若意念 时时刻刻都在想 想我们的 诸佛菩萨的慈悲 他怎么度众生 那意念也有功德 或者是 跟着佛来出家 是不是 要出家 要不是跟着师父 我们常常说 哎呀 我要遇到一个 好厉害的师父 我就要来出家 那不对 那因为你跟错人了 你跟人出家呢 不会得度 你是随佛出家 那 为什么说 出家法里面呢 要跟着一个老师呢 因为这个师父啊 要十年以上 他自己要出家 十年以上 他才知道什么 叫做出家嘛 好 所以这个 你要跟着和尚来出家 你要依止和尚来出家 是因为 你要来出家 要来成佛 那这个和尚呢 跟你所依止的 这个替度师 他是来帮助你的 他并不是说 你就学我 因为我们学人 学到的只是 人的程度 如果我们学佛 学到的就是佛的程度 好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 叫做同参 一起来修行 所以要随佛出家 随菩萨出家 要随发菩提心的人出家 好 那 所以有些人说 好 师父 哎呀 我这 很困难 好像我不能出家 好 那怎样不能出家 其实是因为 你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出家 好 如果你知道 你是跟佛 好 随着佛的话 你总有一天 一定要出家 好 为什么 因为你这 这个这一生 结束的时候啊 你是 你要去哪里 哎呀 我们要去佛那里 要去佛那里 那那极乐世界啊 最好啊 那去极乐世界 一定要怎样 什么都不要带 什么都不要带 去极乐世界 那是不是就是叫做出家 是不是就离开你家了啊 好 然后一定要到那边去啊 好 所以自然而然呢 你在那个地方 就现清净相 好 所以有人就问说 师父啊 全世界如果都出家 那人不是就 绝子绝孙了吗 好 那哎 是什么地方 叫做全世界都出家 就是整个 极乐世界都出家 是不是 大家都离开 这个枷锁 那在这个 极乐世界呢 大家的 的意念 都是念佛 念法 念生 大家的生共住 所以没有你家跟我家 是不是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因为住在一起 好 是很困难的 因为财务分配不均 好 那所以呢 只好怎样 好 把这个有限的资源 这块我爱 所以把它围起来 不准进来 这叫做我家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拥有的所谓的我的家 其实是非常小 几乎无有立足之地 好不好 好 但是呢 你如果到极乐世界去 到处都是你家 没有黄金地段 因为到处都黄金为地 是不是 所以有些人说 哎呀 我住哪里 这个价值比较高 在那个地方呢 通通都是无价 好 那无价就没有 大家的 你我之分 无有人像 好 那无有人像呢 大家都是 都是菩萨 都是诸上善人 好 那在这个 诸上善人当中呢 大家的心量啊 都是无限的 都平等 好 所以你到了这个地方呢 好 随着佛出家呢 好 就 怎样 好 就可以 在身身世事当中呢 就是 到哪里 处处无家 但是处处都是家 是不是 诸佛菩萨 一念就去度众生 好 那 随着不同的因缘 他就到他方世界 四处弘法 好 所以 这个叫 随佛出家 是我们自己啊 打破自己的 自我设限 最殊胜的 好 那 我们 不要到时候呢 要去阿弥陀佛那边 又说 佛陀我们太老了 那你就是太老了 才要去啊 是不是就老到 不能在这个 娑婆世界活着了 所以只好要去了啊 是不是 所以当你去的时候 你已经不是 拖着这个老迈之身 是不是 你是叫 莲花化身 是不是 莲花化身 而且菩萨叫做 一生生 以意念而生 你这意念当中 不要有 我老了的意念 所以现在就要 开始练习啊 好 要不然到时候呢 要念念念念念 哎 佛要来接你 你又说 不行 我老了 那就习气 为什么 因为每次师父说 要不要来出家 你就说我老了 有没有 那就变成惯性 所以以后呢 看到 类似像师父这样的人 问 你要跟我去出家 你就说 我老了 是不是 然后 师父说 你要不要来出家 我们现在就要练习 回答 是不是 不要每次都说 哎 我当时 业障很重 到时候呢 佛又来接你的时候 你还是说 我放不下 我家里那一个 是不是 所以 这叫做 要随啊 随佛出家 随着诸佛菩萨 随着发菩提心的人 来修行 若闻说法 听闻佛法 佛所说的法 是什么 叫大家发菩提心 所以你听了 听久了 也会开始 耳濡目染 若随喜善根 若遥生清净 乃至称阳赞叹名字 随喜 一切修行的 身口意的发心 这个人是 持戒持得很好 你随喜 那个人呢 他是送经送的很好 你就赞叹 这个人办法会 办得非常殊胜 那诸佛菩萨的愿力都不同 那我们就是 这任何的因缘 也就是随喜 随喜赞叹 那随喜善根 再来遥生清净 我见不到你 但是呢 我们的心啊 常常都是渴望 所以当我们在礼拜一切 天下善之事的时候啊 你就说 这个诸大善之事 诸佛菩萨 在这个世间 不管 这个世间是我知或是不知 我都要生起一种 钦佩的敬仰之心 那所以这是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啊 不管这个众生 他是怎么样来学法 怎么样来亲近佛法 怎么样来亲近这个菩萨 他都能够得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他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同 只是我们知不知道 当一个人发了菩提心之后 自立就是自身身口意庄严 立他就是这个人只要遇到了菩萨 他都有得度的因缘 所以这个就是自立立他 皆惜不空 佛子譬如有药名为善见 众生见者众毒吸除 就好像有一味药啊 非常殊胜 就是只要呢 你看到的这个这一味药 你都能够解读 都能解读 菩萨成就此法 众生若见诸烦恼毒 皆得除灭善法增长 所以成就什么法 成就这个身口意清净之法 所以众生皆见呢 就能够怎样 善法增长 所以佛与菩萨呢 都能够在这个 菩萨道当中呢 成就一切众生的善根 所以遇到的人都得度 不管你用什么形式 所以若见若闻 见闻或供养 或者是呢 听法 或者是呢 他只是呢 住在一起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叫能够利益 这一切 那 金不见者 不宜见顾 所以有的人说 那如果这么好的话 那我们就 你看现在是不是 大家都很喜欢 在这个 这个很多地方 譬如说 我们最近有一个居士 他在 他自己的养老院 他开了一个安养院 他就在那个安养院里面 放一尊佛像 放一尊佛像做什么 放一尊佛像 就是让 让那个里面住的人 看到佛可以 拜拜佛啊 是不是 那结果呢 过没有几天呢 他的一个合伙人 股东就说 那你这边放佛像 我可不可以 旁边放一个耶稣 是不是 那可不可以 可以啊 就放上去了 所以呢 这放的佛像 旁边就有耶稣 那接下来 会不会又放一个阿拉 那也可以啊 所以 各取所需 你喜欢 你就 你就 你就看嘛 所以我们说 这个佛呢 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 他是用各种不同的形式 那有像没有像呢 有像的地方是 让众生见者得度 无像的时候呢 众生以其他种形式得度 只要能得度 什么像其实都 无所谓 可是有的人 他会执着无像 他说既然是无像 你干嘛放一个像 如果这个像 能够发挥得度的 让众生种下善根 得度的因缘 那他就是有意义嘛 所以 我们一般人是着像的 所以他还是要有一个像啊 好 那如果 能够有见到这个像 他就有得度的因缘 好 所以见像 得度 好 那这是一种善根 那有的人 一直在这一生当中 都没有机会啊 甚至于生生世世当中 都没有因缘 所以这叫做 不见者嘛 经不见者 是不是 你能够见到 有一个人问 像 华严经这么殊胜的经典 什么人才有资格读 什么人有资格读 拿到的人就有资格读 是不是 那 什么人不发就发给你 是不是 表示呢 我们有这样子的因缘 遇到了这一部经 那你就是有善根的 没有善根的 没有资格的 连见都见不到 是不是 所以呢 经不见者 不宜见顾嘛 因为他见了 他可能会糟蹋 可能会毁谤 或者是心生烦恼 他就没有那个因缘 甚至于 视而不见 不宜见者嘛 好 那见不意者 看到了 有人说 我也见了 我学佛学那么久 怎么都没有 这种效果 为什么 其他人 他见了都能够得度 我怎么见半天 我都不得度 是不是 见不意 那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叫做无形立固 就是没有修 没有依法而修 无形立固 但是 没有关系 是不是 有的人 他是从小耳濡目染 阿嬷在拜拜 他也跟着拜拜 好 所以我们美国有一个居士啊 他是基督徒嘛 那结果呢 后来慢慢慢慢的 就是到美国去啊 他发现 这个基督教 有时候没有办法解决他的 心里面的问题 所以等到他妈妈 往生了之后呢 哎呀 他突然想 他跟他的母亲 相约在天堂 可是天堂在哪里呢 是不是 天堂如果像夏威夷 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我们就在夏威夷的哪个地方见面 你可以相约嘛 可是他跟他的母亲相约说 哎 我要在天堂见面 我们两个在那边见面 在哪里呢 所以他就去问这个牧师 问半天 那牧师都说 不要问 信就好 是不是 那不要问信就好 我怎么 我怎么去 是不是 你总是要让我可以去嘛 然后所以慢慢的 他就发现 要问天堂在哪里 就要问 人死了之后去哪里 那既然问 人死了之后去哪里 就要问 到我们从哪里来 所以他就开始去问 生 从哪里来 死 往哪里去 好 那他发现 基督教都说不能问 那他就到处乱问 是不是 就找那个算命的也来问 结果呢 那个算命的 听说是 全台湾最厉害的算命大师 好 那他刚好呢 必须要载他去 去机场 人家委托他 他就在路上 就问说 听说你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这个大师呢 就说 对 一般人说 不可说 不可说 都是因为他们不懂 好 你有什么尽量问 结果呢 他就开始问 这个生死的问题 问到最后 他就说 不可说 不可说 天际不可泄露 是不是 没办法解决 那 到最后呢 他就开始一直问 到处问 连庙他都跑去问 那庙里面呢 有时候啊 还不一定问得到 是不是 你问到庙宫 可能他不会跟你讲这个 那 最后呢 他就在佛教里面呢 找到了方向 他感觉啊 好像可以在佛法里面呢 找到他要的答案 然后 他这这么多的经典里面呢 他就从金刚经里面 找到他要的答案 然后他就在讲这个心得的时候 他说 我小时候啊 其实就有听过金刚经 就是他的阿嬷 他的奶奶啊 每天都在念一部经 他小时候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他就问阿嬷你在念什么 他的奶奶就跟他说 我在念金刚经 然后那时候呢 刚好台湾有那个史燕文 史燕文那个布袋戏 叫金刚抢抢棍 所以他就一直以为 这个经就是那个金刚 就是金刚抢抢棍的那个金刚 所以他就 对这个经印象很好 就是有这个武侠小说的那个味道 这样 那可是他后来呢 阴错阳差就去信了基督教啦 那信了三十年 最后呢 他找不到答案 又回到了佛教 竟然就在他小时候 听到的那个经里面 找到了他要的答案 所以这是不是 好远 是不是 小时候呢 不得度 因为你都不知道 那个到底在干什么 只是重重善根 好 那后来呢 远溢嘛 远溢就是 我们现在不急嘛 一天你一定可以嘛 好 所以如果我们身边有很多人 都度不了 度不动 好 你要用什么心态 你要用佛陀教我们的 是不是 没关系 你现在先结结缘 未成佛道 先结人缘 终有一天等到你 对不对 好 所以 是不是 他的善根还没成熟 你硬要叫他成熟 他就亚苗助长 他心生退转 有一天呢 他在某个因缘当中 他就会成熟 好 所以这个叫做 久远得度嘛 好 那所以 菩萨呢 他说 菩萨就像是什么 就像是给药的人 这个药呢 每一个人吃的都会有效 可是 你也常常去领药啊 领药回来 为什么没吃 好 因为你 不信任那个药 第二个 你的身体可能 目前不需要 是不是 然后再来 有病的人 常常不觉得自己有病啊 是不是 没有病适感 他就觉得 我也没有病 好 那等到呢 有一天 他真正相信这个药 可以治他的病的时候 他吃下去 马上就有效果 好 可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是有时间跟空间的差距 好 所以 所以他在你面前 不得度 在你的因缘当中 不得度 没关系啊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诸佛菩萨 真的很厉害 他是一个 无所不在的网络 好 你不喜欢阿弥陀佛 没关系啊 还有药师佛 你也不喜欢药师佛 没关系 还有十方三四一切祖佛 天罗 天罗帝王 是不是 你现在这个释迦摩尼佛 你 你觉得不相应 读不起来 学不好 因为释迦摩尼佛很精进 我受不了 是不是 这么苦 那没关系啊 那你就等下一尊嘛 还有弥勒佛 是不是 弥勒佛就发愿说 我都要去度那个最后一名的 留集生 好 所以你这前几名的可以得度 后几名的也可以得度 中间的呢 游离分子的呢 还可以更好度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这这都是 好 这是无所不在的因缘 好 那 因为佛没有这种 好 什么 自我的那种意识 有很多人 他就是要怎样 我度你 就是一定要 我才要度你 是不是 好 我就要度 我要度的众生 你到最后呢 你就会因为度不动 而心生烦恼 那我们度不动 说不定他人可以度得动 所以佛是这样啊 你现在在我这个地方不能得意 没关系啊 好 那苏佛世界呢 大家都说太难修行的 很困难 所以他赶快介绍一个阿弥陀佛 是不是 把所有的人通通介绍到那个阿弥陀佛那边去 好 是 那如果你觉得那个地方比较好修 那你去 欢喜的去 非常殊胜 好 那 有的人说 那不行啊 哎 我可不可以 不要去阿弥陀佛那边 有没有其他选择 可以啊 所以东方佛 西方佛 南方佛 北方佛 十方三世都有佛 每一尊佛 他都有他独特的 度化的愿力 那也因为这个愿力而圆满他的阿弥陀佛三秒三菩提的果德 所以只要你有缘你都能够得度 佛不会嫉妒啊 是 佛不会说 你没有被我度 你给我试试看 是不是 这就是不同的因缘嘛 好 所以到这个因缘当中呢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一切众生啊 只要遇到诸佛菩萨 好 诸凡脑读 皆得除灭 善法增长 这是非常殊胜 非常殊胜的因缘 好 所以上面呢 就是回答 所以就是回答呢 你应该怎样 十个问题 就是问 我现在要 尽求一切智 我要修一切智啊 那我要修一切智 我应该要修什么法 所以我们讲 明法品是实柱 要升级 要升级 要到实行 的这一个 修持的 进修法门 所以 十柱位的菩萨 我已经成就 十柱的功德 接下来 我要修什么 才能够 能够完成 我这十种目标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呢 就讲 这个十个问题嘛 那这个十个问题呢 已经一一的 回答完之后呢 下面就讲 那我现在呢 修好了 会成就什么功德 所以下面要回答说 你的这个修行 会成就什么功德 那这边呢 就回答 从两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 以行成因德 第二个 以因成果德 一个是 行 这个修行的本身 他就有德恨 第二个呢 我们在因上修行 他就会成就 这个果报 他就问果报的问题 那这边呢 就是 有十二个问题 那十二个问题呢 他就是 上一句 回答下一句 所以意思就是说 譬如说 我们下面就开始 这前面 在 前面的部分 一开始 精进会菩萨 他问的问题里面 在前面 来 四百 四百六十九 四百六十 四百六十 来 这个四百六十七页 我们前面回答的十个问题是 一开始四百六十六页 四百六十七页 他讲了 这个十个问题 那 他说十个问题 我们怎样可以 这个成就这一切的功德 那四百六十七页就 就在问第二组的问题 父赐如诸菩萨摩和撒 常情休息 灭除一切无明黑暗 降伏魔怨 置诸外道 永敌一切烦恼心构 悉能成就一切善根 永出一切恶趣诛难 那这个问呢 就是有十二个题目 有十二个题目 第一个就是问 云和灭无明 第二个问 云和降魔 怎么降魔 第三个怎么样治外道 第四个问 怎么断烦恼 第五个问 善根要怎么样成就 第六个 就问三图恶道 八难 怎么样可以处理 所以这是第二大类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 整个明法品 它的架构 就是前面他这十个问题 我们花了好几堂课 就一一的回答说 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要达到这十个效果 应该要修哪些法门 好 接下来呢 他要讲 那 如诸菩萨 如是修的时候 就是在这边就讲 如诸菩萨 这样子来修行的时候呢 要长情修习 灭除一切无明黑暗 所以他其实 在这个地方呢 就讲到 我们这些修行 他会达到什么效果 什么效果 就是第一个 可以灭除一切的无明 就是怎么样可以断无明 第二个 可以降服魔怨 怎么样可以降服魔 第三个 能够去除一切的烦恼 还可以置诸一切外道 所以他这是 有十二个问题 那这十二个问题呢 就在刚才 我们这个十个问题 回答完之后呢 就开始一一的来回答 所以呢 这边就是第二大类 那听得懂吗 就是467页 468页 这边问的问题 在后面 499页回答 499页回答 所以 467页的问题呢 你看 如果啊 这个 法会菩萨 他如果记性不好 他一定会怎样 刚才你问的第二个问题 是什么 是不是 所以 菩萨还好 他记性很好 他还知道 你问的那个十二个问题 所以前面这个 金敬惠菩萨 他问的 漏漏灯 问了十个问题 之后又问了十二个问题 然后又问了 后面还有问十个问题 他问非常多的问题 那法会菩萨一次就 照顺序一一的来回答 所以我们如果 看金啊 没有 那个头脑很清楚 都不知道被绕到哪里去 是不是 所以事实上呢 这华严经 他真的是架构非常严谨 现在就是在回答 这十二个问题 所以我们 上面这边呢 就是这个灰色的字 就是前面 467页的题目 所以师父用 不同的颜色来标示 那这样子我们才不会 翻来翻去 第一个问题 就是 如诸菩萨摩赫萨 常情修习 灭除一切 无明黑暗 他就是在问 云和灭无明 那在499页的地方呢 这个法会菩萨就回答 菩萨摩赫萨 住此法中 在这个修持的 这个法当中呢 勤加修习 怎样可以 去除无明 他讲 以智慧名 灭诸痴案 是不是 你要 灭除无明 就是用智慧 所以学佛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智慧 用智慧来学佛 以智慧而成就 精进的功德 你就灭除一切的烦恼 所以第一个 要以智慧名 灭诸痴案 第二个 要怎样可以降伏磨冤呢 第二个叫 以慈悲力 吹拂磨君 慈悲力 第三个呢 怎样可以 智诸外道 外道呢 就是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 你不是反求诸己的 你在东求西求的 不管是感应法门啊 或者是呢 现在的民间信仰啊 乃至于 所有一切 很多人说 哎呀 只要不是信佛的 都是外道 不是 只要不是 从心起修 不是 以智慧为前导的 都叫做外道 所以即使你是佛教徒 有时候东求西求 有时候呢 哎 执着了 我像人像 还是在外 心外求道 去了 所以 如何降伏这个外道 那 这边就回答 以大智慧 及福德力 自助外道 好 所以不是要去 到处骂人家 说你是外道 不是 那 为什么他是外道 他常常不知道啊 好 所以我们用智慧来引导 用福德来设受 所以福慧两足尊 福德是什么 福德就是 你能够广结善缘 人见欢喜 就是一种福德 好 那 有了福德之后呢 哎 就能够以智慧度化众生 什么众生都能得度 所以佛陀最早的 1250个的出家弟子里面 有一千多个都是外道 所以他的 这个度外道很快 对不对 好 是整团的 所以一次呢 就把这一千个外道呢 全部都射受 为什么佛陀可以 因为他用智慧 而不是用神通 好 那 神通呢 就会怎样 在这个神通的运用当中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但是如果智慧的话呢 智慧的射受是无边 所以大智慧及福德力 置诸外道 好 再来呢 哎 要怎样能够灭除烦恼 第四个问题呀 勇敌一切烦恼行购 他是要讲 烦恼出现 就要用金刚定来灭除 好 就有定力 而且这个定力呢 是 以金刚心为根本的 叫金刚定 灭除一切 心购烦恼 好 昔能成就一切善根 说善根 以何而成呢 好 以金静力 集诸善根 好 所以要怎样 念念相继 无有间断 好 这个就是真正的精进 好 精进不是你做很多事 而是你在心念上 念念不空过 好 所以时时刻刻呢 自觉 觉他 好 所以这是精进 集诸善根 好 再来 他就问 涌出一切恶去诸难 好 他就是在问 三徒恶道 八难 这些怎么可以出呢 好 所以他就回答 以敬佛土诸善根 立 远离一切恶道诸难 所以我们说 所有的佛国净土 好 他都没有三恶道 乃至没有名 没有名字 好 那三恶道怎么来 三恶道其实是我们的心 起了贪念 就跟恶鬼道相应 起了吃 鱼吃心 就跟畜生道相应 起了称恨心 好 就跟什么 就跟地狱道相应 好 所以贪真吃相应 你的恶道就一直存在 好 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远离一切恶道 那就要有善根之力来远离 好 再来呢 要如何 静置一切大智 好 那 就回答 以无所着力 静置境界 好 所以不执着 好 那修一切善法 而不执着 我像 人 像众生 像 受者像 他就可以 清净一切智慧 好 然后再来 第八个问题 问这些菩萨诸地啊 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种种的三昧境界 种种的功德 那怎么样去成就 云和成就 那这边呢 就回答 就是一句话叫做方便智慧力 方便智慧力要做什么 就广度一切众生 然后就可以成就一切的功德 好 再来第九呢 就问 那如何庄严三业功德 庄严 身口意 我们今天就是在讲这个 身口意 心形 如何成就 满足 庄严 他说 很简单 以一切善法力 成就 所以 一句一句 都有互相的对应 再来 善之一切诸佛如来 利无所谓 不共佛法 好 所以 以 什么方式 来观察而知佛功德呢 他说 以至自在观察力 就能够知一切如来的 所有的功德 好 那再来呢 一切自至所行境界 要怎样能够知道佛陀的智慧 那要用广大智慧力 第十二个问题 以合法而能成就众生 那再来 这边回答 叫做 以往昔誓愿力 所以我们这边有十二种力量 好 什么十二种力量 所以我们看 四百九十九页 四百九十九页的第四行 这里 佛子 菩萨摩赫萨 住此法中 勤家休息 第一个 以智慧明 第二个 以慈悲力 摧服魔君 第三 以大智慧 及福德力 自助外道 第四 以金刚定 灭除一切 心构烦恼 好 再来 以精进力 及诸善根 好 第六 以进佛土 诸善根力 远离一切恶道 诸难 好 第七 以无所着力 静置境界 第八 以方便智慧力 出生一切 菩萨 诸地诸波罗密 及诸三昧 六通三明 似无所谓 悉令清静 好 再来 以一切善法力 成就一切诸佛 净土 无边向好 身语及心 具足庄严 好 那后面呢 以智自在 观察力 知一切 如来力无所谓 不共佛法 系皆平等 以广大智慧力 了知一切 智智境界 好 以往昔 誓愿力 随所硬化 献佛国土 转大法轮 杜脱无量 无边众生 所以这边呢 这十二个 十二个问题呢 其实是针对 前面 谈到的 这些 这个 十二个问题 那最后一个就是 你要怎样成就众生 要随着往昔誓愿力 但是 每一个人 都很 不一定会 能够知道 自己过去发了什么愿 是不是 当你在学习佛法的时候 你可能只是 一种善根 因缘 或者是 因为 你对生命 有很多的疑问 那你来学佛 学了之后呢 刚开始啊 都是为了解决 自己的问题 就是我自己修啊 自己修 能够解决 就已经很 了不起了 已经可以 感觉 佛法很殊胜 可是 你要怎么去知道 你自己 过去有这个 往昔誓愿力 所以读这个 华严经呢 就会让我们啊 发现 其实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愿力 只是你忘记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搞定自己 都已经快要焦头烂额了 哪有那个力量 还去度众生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 菩萨的境界啊 每天都在讲度众生 度众生 我都快要 快要 变成什么 都快要溺毙了 我怎么去度众生 我自己都快要不行了 那是因为什么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 愿力在哪里 没有力量的时候啊 你什么人都度不了 连自己都度不了 那怎么样去了解 自己的愿力 每个人都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那怎么办 可是 谁会知道 我们常常讲啊 修行学佛 在这一生的 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你要找到 你自己的 本愿 自己到底 过去到底 发的什么愿 今天会来碰到佛法 会来学习佛法 会对佛法 生起这种善根 因缘 信受的力量 一定不是偶然 是不是 你说 那个路上随便 拉人 你也拉不动 所以家里面 那个好朋友 你的那一尊 菩萨 你怎么拉他 也不会来 是不是 可是 为什么 你会来 为什么我们会 对佛法 有这种相应 那一定过去 有一个愿力 在支持你 只是你不知道 好 所以我们 说啊 没关系 我不知道 可是谁知道 佛知道啊 菩萨知道啊 他很有智慧啊 所以我们 为什么会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 无名当中 从过去生 到这一生 在这个过度的过程 都忘了 不用说过去生 忘了 是这辈子 以前的事情 也忘得差不多 是不是 只记得那几个 谁对不起我 是不是 谁对不起我 你都记得那么清楚 好 可是呢 哎 我们自己过去的愿力 你却忘了 那就表示什么 哎 我们在这个 修行的过程中 一定要怎样 在这一生 赶快把自己 过去的愿力 找到 这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呢 一定要 赶快努力 免得下辈子 又忘记 是不是 因为好不容易 找到了 结果找到的 又要忘记 那你就 很可惜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一生的 有限的时间 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呢 好 第一个 找到自己 往昔的誓愿力 可是怎么找 好 所以佛就教啊 你找不到没关系 你就跟着发愿 是不是 跟着发愿 你就会找到 意思就 每一个 诸佛菩萨 在成就佛道的过程当中 他都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 所以很简单 你只要呢 把这个 共同的目标呢 多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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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找到 你自己的愿力 好 那这个多愿 那怎么念 就从什么 众生无边 誓愿度 烦恼无尽 誓愿断 法门无量 誓愿学 佛道无上 誓愿成 太好了 这些就是 都无量 那既然你不知道 你发的到底是哪一愿 你就发无量 无量里面一定 有你发的那几个 是不是 那是不是 全部通通一网打尽 那不管 他是什么愿 他最后一定 直向佛道 无上佛道 誓愿成 那这就是我们的愿啊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个愿之后呢 接着 哎呀 跟诸佛菩萨 签个约 好 希望 以后我们不小心 又忘记的时候 请一定要记得 来提醒我 所以各位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因缘当中 在生生世世的 修行当中呢 以这样子的愿力 才又再一次的见面 才又再一次的碰到 才又再一次 跟佛法重新结上缘 是这样子 只是我们是属于 不清楚的状态 那佛是清楚的状态 所以佛陀呢 他就像导师 就像灯塔 就像这个领队 他就在我们迷路的时候呢 他告诉我们 这条路比较好 好 那这样子走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 修行的过程中呢 因为不明白嘛 所以还好 佛陀留下很多教法 就照着念 念了 念到后来 你就会发现 原来这个就是 我过去的愿 你没有读 你不知道啊 所以大家要读 华严经啊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 已经在上华严经的 还一直不承认 自己有发愿 那很奇怪啊 是不是 那要不然 你为什么会去读到 什么经不读 你就读这个华严经 他说 有人说 师父 没办法啊 你就要讲华严经 我只能听华严经啊 是不是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华严经 因为我们想要读华严经 想要了解 诸佛菩萨的愿力 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愿力 说不定就是 我们自己的愿力 我们只是因为好奇 想要了解自己 到底是谁 是不是 想要了解自己人生 到底有什么意义 想要了解我到底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想要了解我们将何去何从 是不是 这一切的问题 就把我们推推推推到 来佛法当中找答案 是不是 找到答案呢 他是谁的答案 那是你自己 才会知道啊 你跟佛 有没有相应 是不管谁讲的佛多好 那都不是 那都不是你的事情 是不是 别人的眼中的佛 跟你眼中的佛 是一样吗 是不是 每个人所理解的世界都不同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让自己的心中的这个本愿 能够呈现出来 那就得要亲自 自己去探索 好 所以 其实佛法他讲性解行政 最重要的这个政的部分 就是只能亲自证明 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 没有任何人能够协助 好 那我们只是说 在大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同参道友 一起 一起去精进 一起用功 同一个方向 大家互相鼓励 好 那也互相提醒 也互相怎样 好 考验 好 是不是 所以呢 哎 这是 这个就是一个因缘 好 那菩萨呢 他的回答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所有的问题 不外乎就是智慧不足 跟福报不够 所以福跟会 在这个阶段呢 叫做实柱实行实回向 都是重点修炼的功课 重点修炼的法门 就是修福又修慧 好 福慧是我们的资良 那有了福报 有了智慧之后呢 到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我们就有力量 就可以广度众生 现在度不动 是正常的 因为福报不足 智慧不够 好 那 不能广度众生 至少不要被众生伤害到啊 是不是 至少自己不要退道心啊 所以呢 这个资良呢 就自立来讲 跟利他 这两方呢 都相当重要 好 所以这边呢 就是整个在 华严经里面呢 我们这个实柱品 已经快要接近尾声 我们下一堂课 就会把这一个 第三会 就是这个实柱的 这一个阶段呢 做一个 这个总结 然后我们就要再晋级 到实行了 好 实行 我们就要又再升一层天 大家准备好了吗 等一下升不上去 怎么办 是不是 好 赶快呢 回去多念几遍 好 那我们这个读华严经 真的是非常殊胜 大家一定要一起来加入 好 加入我们这个读诵华严经 一天一卷 你看去年有人加入之后 到现在呢 好 我们这群组里面呢 最高纪录是六十八遍的 好 一代杯成菩萨 所以有人已经读满一百遍的时候 我们在群里的 怎样 一人成道怎样 好 是 但各位鸡 各位犬都会 都会得意 对不对 管他是鸡犬 没关系 只要升天就好 是不是 升天就不叫鸡犬了 天人没有在问说 你以前是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就是 有一个同参善 善友的因缘 大家要互相成就 然后一起来发心 推动这个华严经的一个 这个经典的流通 这个经典的流通 然后让我们这个世界呢 能够多一点 华严海惠 好 那这样子就 不枉此生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来我们来回向 愿我 愿我们的护法神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 一切活着的众生 一切有形体的众生 一切有名相的众生 一切有身躯的众生 所有圣者 所有非圣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类 所有苦道中的众生 无敌意 无危险 无精神的痛苦 无身体的痛苦 愿他们保持快乐 愿一切众生脱离痛苦 愿他们不失去 以正当途径所获取的一切 愿他们依据个人所造的因果而受生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陆地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上至最高的天众 下至苦道中的众生 在三界的众生 所有在空中生存的众生 愿他们无精神的痛苦 无敌意 愿他们无身体的痛苦 无危险 回向功德 愿此功德 众善根 累世冤亲 同战恩 由私解脱诸苦恼 共振菩提度有情 众生